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本台的焦点访谈节目 我是姚一鸣 最近中共高层出现了一系列人事地震 引发外界的关注 许多高官纷纷落马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遭到勤算 习近平王岐山高调反腐 所谓打老虎的运动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点 我们应该怎么样解读这一系列事件呢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先生 他将为我们分析梳理中共高层反腐运动的背景 原因以及未来的走向 欢迎您吴先生来到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想首先我要问一下 现在是中共来说具体负责的反弹的人是谁 王岐山 王岐山我看了一些资料 好像这个人还是两袖清风的一个好官 但是王岐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 他不是政府官员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也就是说他有一套 比如说所谓是 如果你有犯法我就先跟你关起来 跟你谈过 然后再跟你可能送到司法部去 可能到法院去 检察官去公安部去或者说怎么样 世界上有没有别的党派能够这样做 美国的共产党民主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什么法国社会民主党 说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有这么大权力 我就不清楚中共共产党在干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党的官员 他掌握着整个的党和整个国家的资产 想他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但是这一条以外 我还想到就是中共共产党历来说 他们是非常干净 纯洁 就是全力以赴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 为人民服务的 当然也有坏人 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有这样 比如说在毛泽东时候最早两个人 天津的张青山 刘子山 老毛亲自下林枪毙 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六十年了 越来越厉害 我最近一听说什么 周永康 周永康怎么了 你要知道一条周永康的情况 你知道王立军出社的时候 王立军就是逃到美国大使馆去的时候 中央派人去把他接回来 是谁啊 国安部的副部长邱敬 而邱敬现在也没了 因为邱敬是周永康的人 那当然周永康有的是人 周永康一方面在石油部门 一方面在国安部门 那这多年他手里面人马多得很 那当然什么 蒋介明啊 什么四川省的省委书记啊 都是他的左右手 现在这些人都是副部长级的 一个一个一个下马了 那周永康必然会出来 那么我就想问这样下去的话 中共共产党是要搞这个贪污腐化吗 看来习近平现在军心很大 军心大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有一条我听说的规定 说省委部长军长以上的 如果他们的老婆跟孩子在国外的话 一里面不当官 就是说中共的高层官员啊 全是国产的 不是跟洋人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习近平又把他女儿带回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可能 把这个政权整个颠覆到或者是垮到呢 我现在实在不敢说 您觉得他这个是针对个人的 还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考虑 还是一个战略的一个意图呢 我不清楚 因为从邓小平的时候听说 就是这个贪污的问题 越来越搞下去的话 必然是亡党亡国 江泽民也说了 吴景涛也说了 到习近平又来真的了 现在这个茅台酒越卖越少 对不对 汽车越用越少 宴会越来越少 台面上的菜越来越少 假如说习近平成功了 就是说官场上很干净 对 公费招待什么都很清楚了 但是我要问的这句话就是说 是不是还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 我们要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这么一个远达的目标的问题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所以今天的反贪反贪 谈到什么时候 首先我可以讲 比如说薄熙兰 薄熙兰的案子 坦白讲 如果不是谷开来杀掉那英国人 当然具体什么杀我不知道 谷开来跟那英国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两个人是不是睡了觉 浮头药 因为谷开来那么小 那英国人那么大 你怎么把药射进去 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他的左右手王立军逃到大使馆去 我想薄熙兰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处理 但是薄熙兰在里边关着 你到最后到法庭上来审判的时候 他有什么案子 一个所谓两千万 一个是五百万 在法国有一栋房子五百万 他说这个是我跟你没关系 但是你有没有听检察官这方面 或者是习近平这方面 说互相谈一下其他人的事情 他不知道这种况 当然知道 这个大家都就所谓到了法院里边 大家都有个约定 不再谈这种事情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那你觉得这次的反贪的动作 跟那个中共的内部的派系斗争 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我想这是一个 反贪实际上两个目的 一个是贪污的情况 在中国确实是很可怕 这个现象下去的话 就所谓他们说 跟18年的国民党一样 民心丢进了 这个是确实压一压 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 另外一方面 当然跟派系有关系 所以现在就在那儿 比如说最近有人说 突然间发了一个材料 一个材料说什么呢 除了江泽民 这个周永康 曾庆红这些人没有以外 其他的包括 包括习近平的姐姐 包括温家宝的这个女婿 儿子 包括李鹏的女儿 全在海外有公司 我都不反对 这些人发财有公司 可是我有个问题 他们都是有一个头 有一个抬头的 就是说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当年 我在50年代的时候 我也想入党 我也读过他的党章 共产党员必须是无产者 那这些人怎么那么有钱呢 他有钱 那我父亲开银行的也有钱 是资本家打倒 我也算有派 这个我就始终矛盾不清楚 所以我想这里边的话 一方面是这个风气贪污 这些东西需要打一打压一压 让获得一些民心 但是这里边显然的 有很大程度上 是有派系统阵 那您现在给我们评估一下 这场反腐运动的现状 进行怎么样 您觉得他将来遇到的挑战 会是哪些方面呢 这个我实在不敢说怎么样 一个可能就是安习近平的 OK我们没有酒没有烟 没有很多的车 大家觉得工资 OK也不可以贪残或者怎么样 子女在国外都回来 这个大家安平平安无事 这是可能一个可能 这就是习近平所想做的 我要当第二个毛泽东 这有可能做到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政权不管是怎么样 共产党旗号打仗呢 还继续统治这个国家 那第二种可能呢 就所谓派系上大火烂 现在国内的情况就是说 老百姓来说相对来说 比较安静 比较相对来说 OK 但是人都不相信共产党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不管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有机会赚钱 搬家也随便一点 买个房子 我赚两千要买个车 现在汽车越来越厉害 OK 全国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石油 靠近口 这个大家都在有所谓群体性事件 抗议的事情 大部分是什么呢 哎你把我房菜了 对你不是上一次有一个到美国来抗议 到联合国去抗议一个女的 他找我帮帮忙 我怎么样 他就在上海一个郊区 大概有七点六平方米一个小房子 我没给你房子赔给你吗 他给了 给了不合适了 我那你要什么呢 他我要钱 所以去抗议 可以到联合国呢 这个中共官员就比较慌了 给他去 这个人就没了 这事情就没了 这就是一般的所谓经济性的一些所谓抗议 所以老百姓层治上来说 说是你要起来造反 起来什么什么 不会 但是在上层在高层里面 互相之间的矛盾 互相之间的差异斗争 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陈小鲁 宋冰冰 一个是元帅的儿子 一个是上将的儿子 就公开出来道歉 也就是说红卫兵是不对的 那红卫兵就分了 可以 当年也是红卫兵 或者是在那个时期的习近平 你要做什么 这里面就差异就非常大 我可以打一个旗号说我要做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个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吴先生我最后要问你那个问题 就是您对于就是现在这个 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反腐 您觉得他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以及民主化的前景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习近平想保持住的 就是说经济上还在往上走 但是习近平手里面空 没有权力 所以他目前来说成立两个领导班子 一个所谓国安小组 国家安全 另外有生化改革小组 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绕开了国务院军委 这情况 他把权力抓到手里面来做 他是希望就是说经济上还是往前走 不要掉下去 他希望是这样 那就是说老百姓不会去给他造反 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你比如说最近一直在搞钓鱼岛的事情 但是13号美国国务卿到那边去了 国务卿以后传出来消息什么呢 习近平跟美国的国务卿就说 你看这个我们准备上联合国什么地方去提出一个数据来 那Kerry说很好啊 就大家可以讨论 不要用武力啊 对不对 这就是说这一种趋势 用对外战争来掩盖国内矛盾 就是暂时在这个问题突出问题上会掉下来 不会去这样做 但是 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 这是全世界非常担心的事情 现在可能在下面的五年六年世界 中国会有四手或者是五手航空物件 中国已经至少有200枚核弹 而且这个核弹射程可以包括美洲全部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竞选 现在坦白讲 大家在美国没有人想去跟中国占领什么地方 日本人是和平线还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不觉得说他是真的是有意 往那个民主化这个方向推进 但是在军事方面他还是要增强 这你怎么解读呢 我很难赞同你这个刚才说法就是往民主化 在这么一个专制制度 一个党统一底下 从20年30年前就谈到多党制 谈到自由民主 到现在是一点没有退步的情况下 你怎么去谈民主化 这是很差的远的一个事情 因为老百姓是这么看的 觉得说反腐 那就是表明一种往民主方向发展的 你这个说法我又有些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 中国在自由民主这方面的话 差的很远 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 除了深中山有这么一段 除了台湾有这么一段民主化以外 毛泽东是说得很清楚 我是马克思家青史王 他是另外一个王朝 不可能 所以这些事情我可以讲个小故事 加进王帝 上台以后抓了一个太监何坤 何坤贪污的数量是当年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个大 可是他准备要杀他的时候 他的宰相一个刘庸就跟他讲 你这啥可以不要扩大化了 那今天习近平王岐生也有人可能跟他讲 周永康不要碰了 周永康太大 他是常委了 他掌握这么不 这里面不离 不能换掉就完了 不要去动他 周永康可能是这个结局 可能没事 都可能 所以把河空删掉 把他家属删掉 把他家属删掉 加进王帝就宣布 到此为止不办了 OK 大家高高兴 朝野荒岛 没有事 王朝还是王朝 皇帝还是皇帝 太监还是太监 早上过去 这就是 这就是习近平做的 好 谢谢 谢谢吴先生 好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 山雨欲来风满楼 看起来 中国政治发展到今天 矛盾重重 错综复杂 似乎在预示着 某种大变局的到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访谈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吴先生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